你知道我小孩多嘛 那有高中 有国中 有国小 很多吗 四个 我四个嘛 哇 你了不起 那接送方面 对不对 我是时间安排规划 我到现在我不是用电子的去记录 我还是用手写 因为我老师有教过 手写记忆力会比较深刻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是这样 小的呢 是只有礼拜二是全天 那我就觉得他 那一天就是礼拜二 不管怎么样我就觉得礼拜二 结果啊 12点半 45分的时候 我手机突然响了 我想说是谁 然后又现在不是有whose call吗 就是未接来电 不要接 怎么诈骗 那也没有显示 然后我就叫喂 他说喂 你好 你是品颜的妈妈吗 我说你们不用骗了好吗 他现在在学校上课 不用诈骗 我们家没钱 他说不好意思 我们是警卫室 我说你真的是很厉害 警卫室不用骗 他说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小朋友他是放学了 然后你没有来接他 我们要通知你 是警卫阿伯 因为警卫阿伯 然后旁边就有小朋友 妈妈 我说 这就是桥段 你懂吗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不对 礼拜一 不对耶 要真的过去 然后开车 真的拉掉了 然后我们家又离学校又很远 所以我在路上 我就不断地焦虑 不断地困惑 然后又怕被我老公念 因为就是好像也不是第一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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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